已经奄奄一息的乐扎L和一直追求性价比卷王的临跑C10到底应该怎么选 我们以售价区间在13万5左右的这两款车做一个横向对比 乐扎L散冲版310的13.69万 临跑C10真诚版210舒想版价格13.58万 价格的话临跑C10是便宜了大概在1100块钱 但这两台车有一个问题在买的 他们都在卷真诚也好插混也好 特别两台车都用了真诚的状态下 他们会给一个更高的纯电续航 临跑之前是全系基本上都在200公里以上 而乐扎这次把这个卷到了天际 直接上了3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 电磁包来到一个40度的大电磁包 而临跑C10的电磁包只有20多度要小一点 我们都知道之前基本上是在一个30万左右的真诚的最微状态下 我们能看到很多40度的大电磁包 比如说理想比如说问剑 那么这次是在乐扎L这么一个小车 因为它的车长只有4770不到4米8 一个紧凑极夹的这样一个SUV 居然给了你一个40度的电磁包 那么其他的配置方面说实话 两台车作为国产卷配置的车型的话 除了电磁之外 我个人觉得两车的配置不分不重 你说一些细节吧 乐扎L它有头整的一个局部调节 但是临跑C10又给了一个前排座椅的加热通风 这又是罗达L没有的 大家自己可以去把详细的配置表进行一个对比 看一下哪些配置是自己最实用的 反正我看到所有的配置里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临跑C10的科技配置反而对于用车的过程中 它会有更积极的响应 比如说一些花里扶哨的什么头整调节 这些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手动调节和电动调节区别真不大 但是你在一些其他的配置 比如说前排座椅通风 特别是我们在重庆夏天 这种东西就是很好的一个科技配置 另外一点就是乐扎L在这个价位 还给你配了一个乐扎的高阶的驾驶辅助 采用的是地平线的增程扇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采用国产方案地平线芯片的解决方案 基本上都已经用到地平线增程5 所以地平线增程3这个东西能用 但是它未来的升级空间确实也有限 车载芯片两台车都是用的8155的芯片 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异 所以整体而言的话 如果你需要买一个真诚大续航 那么乐扎L300公里 你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星期充两次电 那么林跑C10呢 你可能充电的频次会略微的频繁一下 一个星期要充三次电 但是在用车的一些科技舒适配置方面 我个人觉得林跑C10的配置反而更实用一点